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火爆开唱 首发歌手之一的韩红作为华语乐坛天后级人物 一直受到大众的关注 霸气的台风和超强的唱功让现场直呼气场太强大 但其实台下的韩红却是个大众开心果十分可爱 这次竞赛前为缓解气氛还跳起了东北版我的滑板鞋 令人捧腹不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如此殿堂天后级人物竟然唱起我的滑板鞋 如此接地气的歌曲 不仅如此 他还自己改编了歌曲 变成了东北话版令人捧腹 犀利的舞步和搞笑的方言 让大家一瞬间大笑起来忘记了紧张 在台下韩红的斗趣本性展露无遗 甚至被观众冠上多动症的称号 像个大孩子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又是半鬼脸又是故意卖萌 常常引得其他人哈哈大笑 不久之前有人爆出我是歌手后台的一段话续 韩红和孙楠之间的对话 被网友称为神对话 我发烧你不知道让着点啊 你记得我发烧你完没唱 我也烧着呢 你傲儿唱你雷公去了 嘎嘎高音你 你这么不像话 别人不让着我 你都不让着 不是你今天唱得很好了 你说我还想说你呢 你发烧还唱着这样 你干什么你不让着我 你好不好发烧有个借口 对吧你唱差点不行啊 说出去也说你没事我发烧了 对吧你发烧你看人发烧怎么那么好 你欺负一个病人有啥呀 不是你这个病人 有网友直呼 这两个还是我认识的乐坛一哥一姐吗 简直就是我隔壁邻居家的大哥大姐呀 谢谢大家